我其实在我小时候 就每天在录影带店打工 然后就租的最快的带子 就是梅花烙和水云间 有时候客人来租带子的时候 我会说已经没有了这个带子 其实我还留了一饼自己要看 就是他演的这个水云间 那歌我都会唱 真的好好看 好美那个时候 就是发自肺腑的 然后我今天在来之前 同时还给我看了一张 像你在内地演的主妇的春天 那张剧照实在太可怕了 就那个眼圈就掉到这里面带 然后那个皱纹很多 现在一看还是好美这样子 没有破坏我小时候心中女神的形象 像我就不是那种 一出来大美女的那种 大家不会期望值太高 像你这样这么大美女的女神 一到上了一点年纪 一点点状态不在的时候 别人就会对你要求很高 你怎么变得这么老 怎么会皱纹这么多 你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烦恼 我小时候刚入行的时候 有一个前辈是黄淑仪 就跟我说过 她说其实红有两种路子演戏 一种就是你演某一类角色 比如说爱情片女主角 一直演 连续演好几部 你就一下子就红了 另一种就是你演不同的角色 一下子演纯情的 一下子演年纪大的 一下子演男性化的 一下子演 这样你会红得慢 但是呢 你会红很久 你会 因为你的那个 音域广 像唱歌一样 那个张力大 慢慢地会累积你的这个 演技和你的观众群 然后就让我选一种 我说 嗯 我可能还是比较适合第二种 让我看 德容姐姐 你的方法可能就是 一种类型演到极致 最红位置 但是那个的缺陷 就是你要转 就很难很难 大家对你的那个固定的模式 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 就有些演员真的是 他一到了一个年龄 就没有作品了 不止观众对你定心 自己也演不了 尤其是在十几岁就演 一种类型的角色的时候 你的性格都跟那个类型 会变得蛮像 每天都演这种 然后就真的固定成那样了 让你去演别的角色 就像让你去改自己的性格一样 那么难 所以我会建议 心入行的一些 想当演员的朋友 就是还是 多是不同的类型 像汪明泉老师 就是他演到六十岁 还可以演女一号 然后你的话 就一直停在那个 年轻的时候 不能给我们带来 新的这个艺术形象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作为演员 很可惜很可惜的 尤其像你年轻的时候 红的程度 简直就是林青霞 那种王祖先生 应该是大明星 去演大电影的那种 怎么就停下来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 自己的这种性格也好 演技的那种禁锢 就令自己无法突破 然后第二个呢 就关于你的这个男对手 演员其实 他们还是会注重形象 比如说我拍那个 云海玉公园的时候 跟林峰 然后我们演两个武侠片 他有一天说 借你的刀给我看一下 原来他是拿我的刀 来照镜子 那个刀反光很强 他看自己的妆 妆化得怎么样 今天妆帅不帅 放回去这样子 我就男主角会爱美到这个样子 就是让我们就翻白眼 比女的还爱美 然后更夸张的是 我还听萱萱跟我讲过一个 据说有一个男主角 拍他们那寻情记的时候 眉毛乱了 就要求这条一定要重拍 你知道吗 这种男主角 就让我们都很无奈 然后你跟马锦涛对手戏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无奈吗 但是他是另一种 不是爱美 是太爱丑了 就那样子的演 那我就觉得 你的心态可能会蛮奇怪 因为我们演爱情片 在那一刻 真的是很爱这个男主角 我们自己都知道 就是死去活来 你一定会很爱 他那个咆哮的状态的 但是当他那个口水 喷到你 然后就 把你摇成 那个快窒息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没有在生活中 跟他结成抗力吗 不然的话 我会觉得 哇 这么完美的CP 你自己有没有吐槽他 我想问的是 再要讲到的 就是关于生活中 他们都说 女演员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要结婚 生小孩 你还没有生孩子 一直说你是怀孕 你不生事 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待会儿 听你的反驳 谢谢 今天 小儿妹也是一反常态 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形式 这就是典型的熊妖剧的方式 能用反文剧 坚决不用陈述剧 刚才说了 我们黄阳 跟您也有很多的千丝万缕 今天我们就游行黄阳 从他的角度 看一看 我们小儿妹 经我查证 陈老师曾经在1993年 发行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 叫做《心软》 完了事隔22年的2015年 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唱片 叫《金色语》 很有幸 我从网上收到了这张唱片以后呢 我完整地听完了 负责任地说 两张唱片时隔22年 除了名字换了以外 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 但在一个专业的音乐从业人员的角度上 我觉得我不是太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有一个艺人会这么做 但今天来到这儿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得到了答案 因为我们的陈德荣老师 是一个非常敬业 并且非常有报复的歌手 他花了22年不停地 在复习自己这一段唱片 我觉得陈老师可能自己也意识到了 自己呢 可能在唱歌的方面 并不是那么的有未来 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时间放到了影视 最后呢 转战到了出书 所以他发了两本书叫 美极王道和风中百合 但现在呢 我觉得陈老师可能更有资格出另外一本书 叫做 如何安全地使用美图秀秀 微博上有很多的网友说 陈德荣老师是动灵女神 什么叫动灵女神呢 16岁长这样 今天还长这样 您再看看我们节目非常出名的非洲twins 生下来这么黑 现在还是个美 最后我说 陈德荣姐是一个非常非常节约的人 因为为了省电呢 基本上她跟闺蜜合照啊 都只批自己 我一直在试图找啊 我跟德荣姐的一些 尽可能的一些相通的地方 刚才黄羊帮我找到了 我也是动灵 王生老师老说我是做了就的 其实我觉得挺好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给很多的同学帮过很多忙 比如说冒充别的学校同学的家长 刚才呢 我一直看德荣姐非常的冷静 我觉得这个冷静当中 隐藏着 丝丝一点让我冒寒气的地方 有请我们最爱写暖文的 陈兰 今天来之前吧 我跟我们家女儿讲 说妈妈今天要去录一期吐槽秀 然后我女儿说 吐槽谁呀 我说吐槽一个特别美的明星 陈德荣 陈德荣是谁呀 我说这个是演琼瑶剧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明星 琼瑶是谁呀 我女儿还说了一句 难道演戏不应该是很泪念 很有张力的吗 好吧 一个14岁的小孩子跟我讲那点和张力 我就只能带着她的意见来到我们今天吐槽的现场了 要说我14岁的时候 陈老师正是特别火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我父母眼中的别人家的小孩 长得美 然后呢还特别乖 等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男朋友 他们心目当中最标准的恋爱对象 就是德荣格格这样的 然后呢我那时候年轻还特别的不自量力 特别想把自己也往那个范儿去 去振 然后呢我男朋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跟我说 你见过在校运动会上拿千球冠军的白裙挑挑吗 谢谢 我跟德荣姐是老乡 德荣姐呢是河南人 平铁山知道吗 河南 平铁山知道 出过很多的名人历史上非常著名 一个叫金角大王 一个叫银角大王 都是玩笑 您看的这会儿平静如湖水 待一会儿不一定怎么喷波如虎口 我们一起热来掌声欢迎德荣姐 看看您怎么说啊 欢迎 谢谢你们那么注意我 可能因为我在观众朋友的心目当中 好像不是一个很高调的艺人 我也不擅长主动去制造什么新闻 我是这样子的 因为梅花三栋是我17岁拍的 我那时候还年轻 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是被星探发现 我并不是自己的意愿 然后就是去上艺术学校啊 所以我在小时候呢 跟我同龄中的同学生活过的是不一样的 相对来讲的话 我应该说我比较早熟吧 我领受的东西会可能跟大家不一样 我们必须得承受力比一般人大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拒绝了 欢迎这个戏 那所以对熊瑶也有一个歉疚 我的个性其实很简单 其实并不像戏剧里面的人 我私底下的人完全不爱哭 我很喜欢路见不平 然后我也是说话蛮直爽直快的 小的时候也得罪不少人 大家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 就是这个您在演哭戏非常的自如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 将来如果有机会啊 我们也去演演哭戏什么的 我其实觉得哭戏真的没有什么诀窍 别的演员我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演戏是一个天分 对 交不会 如果你要拿这个当成一个表演来赚钱 那你绝对赚不到 我的对手如果过于夸张的话 我会觉得会打扰到我 刚才我们大家在提马景涛啊 我在跟他第一次对戏的时候 他已经演过很多戏了 我那时候不过是黄毛丫头 所以其实他们都大我很多岁 不过私底下他特别照顾我 是我对他咆哮 不是他对我 现在我觉得您在享受这个生活 为什么没有考虑宝宝 有个宝宝 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他嫁给独子然后独孙的一个老公 那他就是有生孩子的压力嘛 结果一直没有受孕 就什么偏方都试了 然后就这样试了六年 后来丈夫的这个父母都看到都不好意思了 就算了吧 没有就没有了 就当他放弃的时候就怀孕了 反而有了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我们没有长辈的压力 我觉得我跟我先生还有一个时间去享受生活 我这个人很简单 我不会刻意去营造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 不需要我上新闻的时候 我就不用上 欢迎来到苗妇秀 我这种人很简单 我不会刻意去营造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我会选择 不需要我上新闻的时候 我就不用上 然后呢 现在就有这么多的小孩子都在追星 所以我在我的微博里面 不会去发一些奇怪怪的新闻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能够在这个有一点乱象的环境里面 可以给予我们的同伴们一些正能量 非常非常感谢德荣姐今天来到苗妇秀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 我们心中的偶像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这各位老师 能够面对这么多人 直言不会说这些话的时候 这是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淀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 我记得是 展信乐 某某某 自从操场边 看见你的第一眼起 我的心 就像一匹脱江的野马一样 无时无刻地不想 飞奔在你的身边 单无冷 天地和 才敢与君觉 我也想和你一起端着碗 看星星 看月亮 看星星 看月亮 看星星 你别念这个了行不行 我爱你爱好多 心疼谈好久 没有人能再提我 这假唱嘛 为什么要用三流的歌声去配那个戏 关心都要碎了 好不要脸 无药可救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站出了人们的视线 有一张白莲花一样的脸 对我们必须得接受任何的批评 但是我真的比一般人早看得懂这个世界 得罪不少人 我都甚至往我坐在这儿 你有没有爱上过他 我就喜欢叶玄咋了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北京卫视 描步秀 前一段时间我在家没事啊 就打开电脑在网上搜集 我小时候看过的诸多的电视剧 金庸的武侠剧 琼瑶的爱情剧 说你一大老爷们一天到晚宅在家里边 老看琼瑶的戏 但说那片多老了 有什么可看的呀 怀旧你知道吗 别以为看过两部这个美剧 就看不起我们这种追国产剧 你敢说当年你没追环珠格格 敢说吗 我就承认 我就追过环珠格格 哎呦 那时候一天不看浑身刺脑 看过两集之后更受不了了 每天晚上就睡不着 天天躺床上考虑 你说这吴阿哥和小燕子 成美他 这尔康跟紫薇好美好 我说 不是你那会儿刚刚多大呀 你这满脑子全是这事 那时候特别纯洁 原来自己特别逃 天天把自己折腾了跟泥猴似的 自从有了心仪的那个初恋开始 每天特别爱导致自己 穿的都是最漂亮的白衬衫 蓝裤子 白网鞋 不知道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啊 兜里还穿一个白粉笔 因为这脏了之后啊 抹一抹 每天早上偷偷地拿我妈 用那个书头的磨丝 挤一大个子一大个子的啊 往头上磨 那时候最流行的头型是中芬 我这脑袋长得不太均匀 实在是不好说 哎呦就两头的这书 就找人家这种感觉 因为什么我心中老有一种 穷瑶俱的情怀 你看里面那个男的 全是一身书卷器 文质彬彬 围着雪白的围帛 拿本书 特别有份 女的 一个个都是小剪发 古典的服装 扎个簪子 戴个发甲 温柔 漂亮 贤惠 我心中这个女孩就是这样 我跟她家住一个街道 每天早上我绝对 要比她早起 收拾完 躲得我们那街道头 有一个大榕树 躲得榕树后头 就为了怼见她 可是依旧引不起她的关注 后来我听说她喜欢跳舞 我就练习舞蹈 由于身体协调性不好 崴过腿 后来听说她爱唱歌 我就在晚会上唱歌 由于唱得难听 被人打过嘴 怎么办呢 想了一个办法 写情书 哎 你这么着 你把那情书 你给我们大伙 Y 这么给大家介绍吧 我那情书是当年 按照琼瑶体写的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 这琼瑶体吗 能绕三道弯的 不绕两道半 能够用反问的 绝对不用陈述 能够哭着喊着说的 绝对不好好说话 我就写个例风情书 如果这个你要觉得 雷到你啊 你可别怪我 雷不到我 哪来也批你 没事 我回一回呀 不一定记得那么完全 展信乐 某某某 自从我在操场边 看见你的第一眼起 我的心 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 你那两只桀骜的冲天辫 就像两只天线 控制着我的心灵 你那生动的方脸盘子 可爱的双下巴 还有那大嘴吃饭的樱桃小口 当然 我最喜欢的 还是你那双支愣着的招风耳 它就像一个蝴蝶风筝 我多想让你扑愣着招风耳 我牵着线 让你自由地翱翔在天空之上 还有我特别欣赏你吃肉夹馍的样子 别人好多口才能吃完 而你只需要两口半 吃完之后还要轻轻地 显示一下指缝里的游记牌一样 就像一个桀骜的公鸡 在显示它斑斓的羽毛一样 可是每次看着你吃一块五的肉夹馍 我却只能吃着五毛钱的烤红勺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像河水一样 绝地 我恨自己 为什么不能和你一样 吃着一块五的肉夹馍 我知道 这封信交给你 你一定会交给老师 没关系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请你记住 山无棱 天地和 还敢与君觉 描浮 你这个情书说实话 太肉麻了 我这鸡鸽都起来了 听说半天 你这叫骚扰 对不懂吗 人家女孩没把那信交老师 就算不错了 还真没交给老师 他交给他爸爸了 那也行 他给他爸爸是不是 看一看 你们俩的好多好 他爸是我们校长 当天下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 不但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 还告诉我生命的意义 那一刻我永远无法忘记 因为那是我 十四岁 能斗第一次 初开 哎呦 你这花期开得够准啊 可是后来又很快地败了 直到我到了十六七岁 离开了我的家乡 来到了宝鸡上学 那是个铁路运输学校 我觉得离开了父母的管束 我更应该去追求 心中穷摇式的那个 美丽的女孩 果然 让我发现了一位 他特别喜欢穿一席白裙 一个白色的凉鞋 那牵牵的胳膊像柱子一样 腿像防梁一样 腰像水缸一般 我们学校实习场的电缆 两个男生才能抬起一捆 他一个人两捆扛起来就走 你等会儿你女孩子能扛不动这电缆吗 一米七六 一百六十多斤 比我们都壮 那就是泡菜坛子 什么泡菜坛子呀 这是我们那时候的感觉 而且我们是铁路学校 都是男的 好处有个女的 在我心中就是 婉君 紫灵 紫薇 就是我的女神 我买了一张IC卡 晚上偷偷地 在公共电话行 给她打电话 自从 我在电线杆子上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的心 无时无刻地不想 飞奔到你的身边 你的样子 就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 我说你有点别的没有啊 老上电缆干的吗 我们学的是电力工 我们都得爬个岸子 实习呢 我天天给她打电话 没多久 女孩答应我出来 跟我散散步 还约了一个周末 一起去参观 陕西宝基的风光 因为我们在那上学 我们约了一个地方 宝基的金台观 当年张三峰修炼的地方 我那天特别精心地捣持 我有一身中山装 运得斩斩的 借了一个雪白雪白的白围巾 围三圈 各位 这儿一定要留下这么一条 因为得找机会 潇洒地甩过去 甩完之后 还得悄悄地蹬下来 再找机会 潇洒地甩过去 可是各位能看得出来 我有个小小的毛病 我这个静步啊 稍微压缩了一下 这围上三圈之后啊 照镜子一看 越看越像这个 静步牵引器 可是不管他了啊 因为我就幻想着那种状态 那时候有一个电视剧 特别流行叫 又见一连幽梦 那女孩也给我撒娇 那个啥 你给我介绍一下 这倒灌吧 我跟爷们似的 我说行 这座金台冠 没有什么了不起 它从前面看 是一座倒灌 它从后面看 是一座倒灌 它从左边看 是一座倒灌 它从右边看 是一座倒灌 它从下边看 是一座倒灌 它从上面看 还是一座倒灌 念完这段台词 我心情激动坏了 我把人家这个 又见一连幽梦里的台词 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可是回头一看这姑娘 特别嫌弃地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啊 估计当时女孩心里就俩字 智障 对呀 这不废话吗 人家你介绍倒灌 你给人介绍一个倒灌 这是台词特经典 你都不懂 为什么太多文化 又想塑造这种浪漫的氛围 可是老觉得女孩不高兴似的 回去的路上呢 我就琢磨这事 这女孩还是心细 就问我 哎 哎 你是不是晕车了 还你说这个 又把我引勾上来了 我又想起一段台词 对 我是晕车了 你晕啥车啊 咱坐的是三崩子 三崩子怎么了 你是不是唯唯我而中处啊 不 我就是晕车 我坐着 这样豪华的三崩子 行驶在 这样平坦的柏油路上 穿梭在 这样茂密的 东青树中 我开心的晕了 陶醉的晕了 享受的晕了 所以 我 晕车了 其实 自从来到宝鸡 我就一直晕 看见学校 我晕 看见有架子床的宿舍 我晕 看见炎蒂灵 我晕 看见 种植着小麦的梯田 我还是晕 看见秦陵 我更晕 那是滴血糖了 这姑娘当时也这么说 你是不是滴血糖了 我说不是不是啊 这不是 这是台词 你看多浪漫 少废话 说完扛着我就进了医院 就是太大 我实在弄不过她 当然了 这段懵懂的爱情又 无疾而终了 可是我不死心 我一直想找一个 和我一起 喜欢穷摇剧中那种浪漫 那种纯洁 爱情的女孩 情投意合 我参加工作了 在港前培训班里 我看见了一个姑娘 老爷穿着连衣裙 身材也比较谦细 非常的漂亮 说话温温尔雅 也不大声 我就尝试着啊 要了她的电话 悄悄地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自从在港前培训班 看到了你那一眼起 我的心就像一匹脱缰的爷 这我来了 从那一刻起 你的样子就萦绕在我的脑海 挥之不去 我说你有点心心的没有 你这来回来去就这两句 你老来回导得 情怀你懂什么 情怀 我就喜欢这句 你管得着吗 没想到这女孩给我回短信了 好意外 好惶恐 不过我也好激动 好想见到你 有门 这就有门 你知道吗 赶紧约 发短信 约到我们单位食堂门口见面 我看她特别的精心打扮 我也精心打扮啊 这回不为这个白微博了 我弄了个红的 极力 每次不为白的都不成 我正准备叫她 这女孩先说话 别动 我要向你飞奔过去 我一听这齐活了啊 跟我一样 都是喜欢穷瑶的 我们俩 缓缓地走进食堂 你一眼 我一语 就那样说着浪漫的情话 后来姑娘说 我们 不点点菜吗 点 当然得点 我拿起我的饭卡 走向打饭的窗口 递给师傅 他娇羞地站在我的身后 师傅说 吃啥 吃啥 师傅 请帮我们点一道菜 能烘托此时的气氛 我们能够伴着饭菜的香气 端着碗 一起 看星星 看月亮 你觉得呢 他轻轻地抬头看着我 嗯 我也想和你一起端着碗 看星星 看月亮 正在我们浪漫的时候 这群讨厌的人在后面喊 打不打饭了 打不打饭了 都快饿死了 赶紧赶紧 这大事物也特别不配合 哎哎哎 中了中了中了 今天吃了没 没有菜 虽然我们浪漫的气氛被他们破坏了 但是我们依旧感到很幸福 虽然最终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两个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但是我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 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回忆当中 就像那一次 我们中学同学一起聚会 喝了点酒 聊到教室 聊到当年一起追过的女孩 回来之后 我一个人站在梁台上赏月 正在回忆的时候 我媳妇就跟马景涛上身了一样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穿个跨儿背心 穿个秋裤 叼个烟 你奔月啊 这啥造型这是 暖瓶打了 赶紧买一个去 正在回忆 这一声嘶吼 直接把我心震碎了 我都不想理他 头都没回 一个支离破碎的我 怎样挽救一个支离破碎的暖瓶 说完我媳妇就冲出来了 哪儿挑着鸽子 你是不是有病 我原来觉得你说话挺浪漫的 现在我发现 你台词天天挂嘴上 你怎么那么爱演呢 你怎么那么无情 那么无理取闹 你还记得当年 我从单位门口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心就像一匹 脱将的野马 无时无刻不想飞奔到你的面前 什么脱将的野马 你现在就是脱将的野狗 你知不知道 每天给胡奔狗友喝酒去 喝完回来就耍救生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你太过分了 少说话 买暖瓶去 你这样说 我好难过 好难过 好难过 你看 你又皱起了眉头 我真想拿个运斗 把你的皱纹运平 我就想拿运斗 给你头开一开 看里面装的啥玩意儿 你这么说话 你是不是喝大了 没有 我没有喝大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 说完我就晃我媳妇啊 我媳妇拿这个 挑着鸽子就不停地抽啊 我告诉你啊 你啊 你这叫作 知道吗 其实对你好不好 单说啊 别老活在这个电视剧里边 知道吗 跳出来 阳光一点 当然知道 这不是又是喝点小酒 一点小情怀 这两年 穷瑶阿姨的戏 好像不是太火了 但是 她的戏 却承载了我们这代人 对爱情的向往 与憧憬 为什么今天一上来 就提到了穷瑶剧呢 因为今天请的这位嘉宾 和穷瑶剧 非常的有关系 他也是当年我的梦中情人 有请陈德荣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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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么漂亮 谢谢 谢谢 陈德荣 二十年前 因出演穷瑶的梅花三梦而走红 被誉为穷瑶剧第一女主角 她在叫我 她这里头果然还是有我的 怎样难舍难分 又怎样能分开不平 二十年后 她依旧容颜不老 被网友纷纷称为动名女神 什么叫动名女神呢 我也是动名 精彩内容不准错过 及时给大家爆个料 德荣姐的歌唱得特别棒 我想今天现场请德荣姐 给我们演唱一首怎么样 可以啊 好 没问题 您看 那您准备给我们唱首什么歌呢 我唱我以前的专辑歌 爱你爱好多 爱你爱好多 好嘞 谢谢 爱好多 爱好多 看星光 看星光 看看夜空 无一间泪 好嘞 等日出 等看日落 开始怀念起彩虹 那些好时光 走得从容 仿佛在不熟 与你过 我爱你爱好多 我爱你爱好多 心疼疼好久 没有缘能再提我 也许有一天 你我都该发 才会忘记谁对谁错 我爱你爱好多 心疼疼好久 从来不敢说出口 也许有一天 你会更加快乐 可是我最想给你的 听到了吧 人美 歌更美 我其实最喜欢的 不光是这种爱情剧 等容姐有两部 让我印象深刻的 一部叫绝代双交 双交 一部叫笑傲江湖 都是武侠剧 里边塑造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铁心蓝 一个是月灵山 塑造的特别经典 当然您坐到这了 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 挨着来吧 叶璇 跟您一样 都是这古典型的美女 待会儿我就想听听 你怎么评价这个 小龙姐 陈兰 著名的作家 黄阳 跟您 也有一点 小小的关系 为什么小小的关系呢 他在 《还君明珠》 也是穷瑶剧 做过插曲 池帅 是主持 影视 好几期的明星 他专业不是干这个的 他当年考上的是 北京舞蹈学院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当年您坚持在 舞蹈这条道路上 前行下去 也许会成为 广场舞界一颗 冉冉升起的新星 当然了 转型的不光是池帅 郭阳郭亮也是一样 都知道郭阳郭亮 是说相声的 其实不然 他俩最早拿的奖 不是相声的奖 他们最早拿的是 自己的原创歌曲 叫《理想》 拿的北京青年歌手 大奖赛的一等奖 这你也是吗 好好的 没事你 干嘛要说相声 不是关键是 看你这样的 都能说相了 我们还不能说相了 今天既然是 德荣姐来了 我得从我最熟悉的开始 郭阳 郭亮 由晓 从小的时候 我就看得德荣姐的片子长大的 对啊 现在再这么一看 拿着四十岁了 几乎没变样 是 不知道怎么保养的 还要问吗 这么多年 十多年了 他也没演过你一号 他不在家保养 他干嘛去啊 他干嘛去啊 我怕你真不会说话呀 不能老讲实话 知道这期嘉宾呢 是德荣姐 对 我专门呢 上网上啊 去查一下他的资料 哎呦我一看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啊 在实话实说 可以这么形容 无可救药 不错啊 真的 是是是 然后我又间接地看了一下老苗的照片 老苗呢 可以这么说 无药可救 所以说你不能这么说啊 苗辅啊 再怎么着 在我们这个土刀团里面啊 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颜值底线的担当 这个德荣姐啊 经常啊 自拍磨皮 发一些微博 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就评论啊 说这个 能不能够真实一点 你这磨得也太狠了 是不是 差不多就得了 所以我现在想跟这些网友说啊 你们太无聊了 人家磨个皮 你们也得吐槽人家 这都四十了 不磨能看吗 我跟你说啊 这个德荣姐也还说过啊 说这个周星驰曾经啊 追过他 后来呢 这个星驰人家否认了 我觉得其实啊 他们俩没在一起挺好的 为什么 你看那个周星驰啊 经常演那个笑的戏 对吧 德荣姐呢 总拍这哭戏 你说这俩人走到一起 这日子不就哭笑不得了吗 对不对 德荣姐啊 从小啊 就是让很多人嫉妒 特别的漂亮 其实我就挺嫉妒我哥哥的 嫉妒我干什么 能有一个这么帅气的弟弟 好 谢谢 好不要脸 你长得多难看 你自己不知道啊 咱俩一模一样 对 咱别老互相揭短啊 咱还得说说这个德荣姐啊 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 她这个形象啊 特别正面 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绯闻 没有绯闻就对了 绯闻是有知名度的 但是她曾经可说过啊 我不想老演那种花枝招展的这种少女 我想演一些这个丑角 所以我想跟那个德荣姐说啊 没必要 别忘了什么都占的 对不对 那丑角的好多机会 都得留给苗佛 对吧 你这叫不懂 这叫寻求转型 是吗 我觉得德荣姐这个做对了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行了 都不说它了 我现在想说一说这个媒体人啊 你们现在很多媒体啊 你们总是说人家怀孕 特别讨厌 明星胖一点就抱人家怀孕 胖一点就抱人家怀孕 是啊 对不对 你们狗仔队扛那机子是B超鸡吗 12年前就说人家德荣姐怀孕了 对 前一段时间又说人家怀孕了 到今天还说人家怀孕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老说人家怀孕了什么意思 这我告诉你为什么啊 因为不抱他怀孕 也没什么新闻可报的了 那好吧 今儿我们就说到这了 谢谢大家 当然你们是从成年人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想从少年儿童的角度呢 看一看对德荣姐的看法 来 有请吃睡 说到这个表演啊 人家是我的前辈 哎呀 我是看着您这个哭戏长大的 听到这个哭戏 真的是他是第一 没有第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听过导演说过这么一句话 只要导演在现场说开机 人家这眼泪就哗哗的 跟水龙头一样拦不住 就这么厉害 而且我还听说到一点 导演让哪只眼睛哭 哪只眼睛就可以流泪 就跟开关一样 我觉得啊就您这个特长 应该参加一次达人秀 就这个特长就得火一把 由此可见啊 眼穷摇距的人啊 都不是用正常习惯来演戏 有的人是用眼睛哭泣好 有的人是用咆哮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若干年之后呢 还有演员用鼻孔演戏 所以我觉得能演穷摇戏的人 都是特技演员 那个时候初来乍到 陈德荣呢 涉事未深 演技还不够精湛 所以呢 在现场的时候呢 常常受到 马景涛的咆哮 我的心都要碎了 虽然把声音给抹掉了 但是他的表情犹在 为了摆托这一境地 在之后的日子里边 陈德荣和林志颖 接拍了绝代双交 饰演一对情侣 被人誉为不老神话 当然了 这是网友评价林志颖的 说到这个演艺成就上呢 一直想要摆脱 之前育女的形象 但是我认为 这并不能成为 你接不着戏的一个借口 我觉得必须要 给你颁一个奖项 那就是奥斯卡水库奖 迟帅 他沿着一直主持我们 很火的一个 叫小神龙俱乐部 少儿节目 所以他比较活泼